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 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英如 今天的节目内容呢 如果是喜欢流行舞蹈的朋友呢 一定不能错过 因为今天的特别来宾是台湾数一数二 专业级的街舞达人黄博清老师 如果你有关注一些国内外的街舞比赛 你一定常常听见他的名字 还有他所成立的舞团 黄博清老师从街头跳进了梦想的舞台 在看似属于西方人为大宗的街舞世界当中 大放异彩 然而在他成功的背后 却也付上了许多代价 不只是时间啊 精神啊 体力啊 挥洒汗水啊 他也曾经沦落到呢 失去学生 失去了工作的伙伴 甚至负债 舞蹈教室都快要经营不下去的那种窘境 今天黄博清老师就要来分享 他的舞蹈梦想之路 更是要谈一谈 他是如何从低谷当中反败为胜的 希望我们听听他的故事 也能够想想自己的生命 原材飞扬今天非常非常开心邀请到黄博清老师 哈喽老师你好 哈喽应如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TBC团长 我是博清 佑佑佑 진짜耶 好像很多人听到街舞的时候 就忍不住会想要把那个首饰摆出来 是 我刚刚在桌底下摆了好几个 这个佑佑在街舞当中 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标志记号吗 他就是兄弟间跟姐妹间的一种寒暄的方式 比较频繁这样子 像如果现在 英如有看到我这个手势 其实这个比过来 正过来是耶 对不对 反过来它其实就是比较 我们属于我们比较街头的 这个peace and love 这个pose就代表是 我们是peace 我们不管任何的元素 我们大家见面都是有比这个 就是问安的意思 是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一些的手势 我们真的要去了解 到底它的背后 有什么样的含义 是 因为可能有些人 他在跳街舞 然后就比这个 可是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比什么 或者是有些人 不是挑衅的时候 就会比这些手势 这我年轻的时候 也弄得蛮糟糕的 后来真的 长大时候发现 必须要去了解 每一个pose的含义 或者是 每一个在尬舞里面的 一些小动作 是什么缘由 后来反而了解之后 就很少去比了 像老师 你是几岁的时候 开始跳街舞的 我大概是我国二的时候 14岁左右 因为哥哥放了一卷 那个Michael Jackson 跟N.C. Hammer 可是那时候 一开始看的时候 就觉得月球漫步啊 然后这些动作 其实真的太难了 学不起来 所以就没有继续 钻研舞蹈下去 直到在1992年的时候 LA Boys 他们来到台湾 大家知不知道 黄历程 黄历行 林志文三兄弟 非常红 好 那英如我知道你的年纪了 因为通常我去校园分享 大家都说 LA Boys是谁啊 然后可是大家一旦听到说 黄历程 大家就知道 哦 他是后来的MAGIE 偶像唱跳团体 MAGIE 那在更之前 就是因为1992年 他们 他们从LA这个落成 然后三个会抄着一口 流利的英文以及台语 然后到了台湾来 所以他们又跳街舞 哇 那个时候真的是 把整个台湾的那个街舞市场 正式的引爆 那在那个时候 其实我就爱上街舞了 就觉得 哇 怎么可以那么帅 我以后也想像他们一样 那我们就开始练习街舞 那我的哥哥呢 到高中的时候 我们两个差三岁 那他到高中 他就必须半工半读 他就选择去住了我的外婆家 半工半读 然后结果他跟班上的人 组了一个舞团 那个舞团就是 他可以学到蛮多 对我来说是 很上层的武功 他的动作是让我 非常吸引我 那我就开始跟他学 就成为他的舞团的二军 是 所以在家庭当中 就你们两兄弟这样子 对 就我们两兄弟 两兄弟都这么积极的投入 在舞蹈世界当中 但是你们还有学业要过吗 那爸爸妈妈 他们会觉得说 你们好像一直去 去跳舞 而且以前那个年代 会不会对于 跳街舞啊 有一些不太好的 负面的印象 一开始跳街舞 其实在我们那个年代 二十几年前 他是完全没办法 被所有家长 跟大家认同的 但LA Boys 其实一来到台湾 是有震撼到整个台湾的 不管是影视圈 或者是整个年轻朋友们 大家都很喜欢 开始认识这个 可是也发现 这个好像不适用 在未来可以成为工作 职场上面 这样子的事情 所以我在跳街舞的时候 其实是遇到很多的阻拦 但是当我开始学习街舞的时候 我反而原本以前是比较不喜欢读书 然后甚至在学校是成为老师们心目中的头痛人物 可是我开始学街舞之后 我的人生就开始翻转 因为我把我全部的精力 跟我的小聪明都放在街舞上面的时候 我就很努力 希望我有朝一日可以像LA Boys这样子发光 老师你刚才也讲到说 以前在学校虽然是学校的头痛人物 我很不喜欢读书 然后又很喜欢做一些让老师非常生气的事情 然后在学校又常常会欺负同学 捉弄别人 然后甚至很喜欢跟同学打架 同学们如果说运动细胞很差的 其实都会被我笑 然后会被我用一些很不好的方式去羞辱他们 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非常四字发达的小朋友 所以我很好胜在球类 在运动各方面的事情 可是我发现这样始终获得不到老师跟家长的掌声 我就会一直觉得难道我一定要很会读书 才能够有一番作为吗 可是小时候不太会这么想 就觉得他们越讨厌我 我就越要做给他们看 是 那在家庭当中呢 你跟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啊 其实爸妈采取对我的方式也是有一点 妈妈比较严格 但是我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父母就离婚了 为什么呢 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在那个时候其实我还觉得有一点算是我害的 因为我其实从小就还蛮调皮的 然后我常常会在学校就是做一些 就是不管是偷别人的铅笔啊 或者是偷人家书包里面的东西啊 很多然后很多人我没有的玩具或者是什么 其实我都会很喜欢去偷拿回家 那其实都会被老师抓到 我父母的关系 其实我爸爸是以前在三十年前 他算是一个很大的营造厂 其中一个营造厂的一个算是一个企业家 可是周转不灵的关系 我父亲就破产 然后就去坐牢 就蛮难过的 其实我母亲就是一直独立抚养我们 直到我父亲坐牢出来之后 他还是觉得我爸好像就是无法东山再起 然后甚至我爸每天也就是喜欢喝酒这样子 母亲终于有一天就是在我在学校做错事情 我又偷了别人的东西 然后又传回我家里 所以我母亲就非常非常神奇 在那个时候我母亲就爆发 就说你父亲都不做事 然后每天就成天在家里想着要怎么样 就是发财 然后儿子又不乖 这样子的家里我干脆就离开好了 然后那次我哭得很惨 因为其实我对我妈是非常的依赖 然后我妈妈也是算是很照顾家里 可是那次我妈就奋而离开了家庭 那当然我知道其实我父亲 其实是一个很天真烂漫的人 他就是一直很希望能够有造 就是他能够东山再起为我们家带来好日子 但是我长大后发现是很多是有点不切实际这样子 所以更塑造了我就是一些性格在我的里面 所以我就很喜欢在外面用我的体育啊 或者是我在外面流连在电动场打电动或者是打篮球 只要是有关于就是玩乐的东西 我都希望我要把它做到最好 哇那哥哥呢 哥哥也跟你一起吗 哥哥也在国中的时候 其实他好像混得比我还好 所以你们两兄弟都是叛逆小子 算是叛逆小子 但是我比较多了 比较多的麻烦回到家里面 当然有谈到说 因为可能后来家庭经济出的状况 所以哥哥要去办公办读 那你需要吗 我就是在我国二的时候 因为开始接触街舞之后 我的人生就是从黑白转为彩色的 因为我开始学街舞之后 因为当时在二十几年前 并没有多少人会跳街舞 开始哥哥教我之后 我有一天就在学校突然中餐时间 我就休息时间 我就突然放了那个录音带 然后我就跳了几套动作之后 全班的那个下巴都整个掉下来 然后大家就开始传说 黄柏青会跳街舞 老师也注意到我 我就开始在班上一些班纪的活动 甚至到全校的校纪活动的时候 学校请我来做表演这样子 那我开始受到注目之后 我就发现我要把我全部的精力 跟我所有的投注在这个里面 其实我一放学之后 我就冲去 其实就在这附近的成功国宅 我在这边练舞 是我的发源地 我就在这边跟着我哥哥他们的舞团 然后我成为二军 每天就是练习 废寝忘食的练习 所以就是说从国中开始 你就加入这个舞团了 是我在国中就加入这个舞团 哇你出道好早哦 很早 也因为这个样子 其实我在国中就享有一些 童年纪没有办法到达的一些程度 怎么说呢 我可能在国中的时候 我就已经跑遍全台湾表演了 我还去到外岛 金门 澎湖 马祖去做演出 然后当时也只有三台台诗 中式 华士 我也是上片了周末的黄金八点档 站在张飞哥的旁边 站在胡瓜哥的旁边 站在徐乃琳的旁边 甚至还帮张惠妹办舞 所以我的国中同学都非常羡慕我 像你们出去的时候 别人怎么样接待你 会不会觉得好像天王级的待遇 当时刘德华跟郭富城 他们只要来台湾 都会坐的一个保姆车子 其实我们舞团出去 也是坐这台车子 然后同一个司机 然后他们还都把他们自己的签名照 因为贴在车子里面 那我们因为用这台车子 用的次数 其实比这些刘天王 还有郭天王的次数还要多 所以最后我们也很虚荣的 把我们的签名照贴在最后面一个 那也是经过专用的司机的同意 所以其实我们是非常高规格的 去做我们每一场演出 跟很多人给我们很高的接待 也因为这个样子 未来希望能够像LA Voice一样 如果能够出唱片的话 所以我们的经纪人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必须要把你们的品心 还有你们的功课 你们的操信做得很好 所以我也因此把我的功课 从吊车尾拉到正中间来 然后每天不迟到不早退 然后很勤劳的帮班上做任何的服务 真的是改变很大 所以我觉得当一个青少年 他在一个迷惘之际 他能够找到一件 他真的想投入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好像整个人都归位了 可以这么说 对因为以前就是生活的比较脱续一点 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活这是要为什么 但是后来找到了街舞这件事情 就成为你的一个梦想动力的来源 就很积极很努力的去提升训练自己 所以当时候在学校 会不会也常常要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 学校也因此就是非常的重用我 那我发现大家其实对我都投影一些比较 很像真的很像把我当作是未来之星的这样的眼光 其实我就感受到我很受大家重视 所以只要学校有请我做些什么 其实我都非常非常的愿意 在那个年代 其实跳街舞已经是非常算是次文化的事情 也没有人会看好这件事情 只是我们很特别一位经纪人 他帮我们接了很多很多的表演通告 然后我们也因此就是认识了很多演艺圈里面的大哥大姐 都很帮忙我们 所以我其实学业都非常的顺遂 因为我的演出为我加了不少的分数 我的一些知名度其实为我加了很多分数 所以我更能够确定我未来的目标 应该是要投入在演艺事业里面 在舞蹈事业上面 那后来这个TBC舞团又是什么时候建立的 TBC舞团是在1996年的时候成立的 你当时有几岁 我当时大概是17岁 好小哦 我的天哪 是 太厉害了 对 当时怎么有想说要自己来建立一个舞团 因为我们后来长大发现 我们表演了非常非常多的通告 我算给你听 其实一年365天 大概我们有200多场的通告 所以基本上我们一年到头都几乎都是在表演 可是后来长大之后发现我们的口袋里面 怎么都没有赚到多余的钱 三餐温饱是可以 都活得下去 可是为什么我们发现 我们表演这么多 我们圣诞节一个晚上可以表演七场 可是我们口袋里面总是就是钱都是刚好 就是没有办法存到钱 原来后来我们长大发现 我们的经纪人都把我们的钱收到他的口袋里面了 直到我们开始懂事之后就发现 原来经纪人使用我们赚了非常多的钱 是我想那时候应该有点发现大人世界的黑暗 是 也因此我们决定要离开经纪人自主舞团 然后自己来经营自己的舞团 跟经营自己的舞蹈事业 那后来什么时候开这个舞蹈教室 我们也是因为就是在1996年要成立TBC 所以我们就决定大家拿出一点钱 就直接成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舞蹈教室 哇所以可以说是同一年进行 也是台湾的第一间街舞教室 太厉害了 你们那时候年纪都很轻 你自己17岁 像你们团员年纪最小的是你吗 对当时我是年纪最小的 那我哥哥是20岁 算是前几名比较长的 哇你们第一笔资金投入进去的时候 开的舞蹈教室大概规模大概是多大 其实说来也很好笑 就是我们一个人拿了三万到五万块租了一间小小的地下室 然后我们把它装潢了一个镜子跟木板地 就这样子草草率率的弄了一间街舞教室 但是我们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志向 当时只是希望说我们的街舞不要被外面的舞团看到我们在练什么 然后我们也怕说在外面练习常常会下雨啊 或者是太热等等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就拿了三五万块 大家成立了一间小的工作室 没想到一开了之后就发现很多人登门拜访 就说这边有在教街舞吗 我们是慕名而来的 其实我们也没有发传单 我们也没做什么 可是就可能这样口耳相传 大家开始对街舞的好奇心被点燃了 然后也知道这边有一间工作室 就这样子来了很多学生 是TBC舞团也进军演艺界嘛 对不对 你们除了说像你自己会去参加很多的节目啊 然后表演啊 当评审之外啊 也出了一些艺人耶 那也是因为在2003年左右 对应该是2003年 我们把我们最厉害的其中一位团员 就是有台湾头转王之称的牛奶 推进了这个偶像唱跳团体 叫做Energy 当时候这个团体真的是蛮红的 他好像说是第一个会唱又会跳的 的一个舞蹈团体吗 对没错 那因为我有经历过LA Boyce 所以其实LA Boyce当时影响的震撼力 跟Energy比起来 我可以说Energy像是有 LA Boyce第二次的引爆了台湾的街舞风潮 这个时候其实我稍微年纪已经 已经有点长大概是20出头 所以这个其实算是计划性的去做这件事情 希望我们还是觉得说有一个唱片 有一个作品 然后比较容易吸引更多的就是喜欢跳舞的朋友们 能够来加入我们 那Energy也在当时其实他们真的很帅 里面又有人很会唱歌 然后加上街舞在当时也算是蛮fresh 蛮新鲜的 是你们到时候的学生数量大概高达多少啊 我们一堂课要100个人哦 所以我们又把隔壁的一个地下室也租下来 然后两间打通 然后让他们可以一堂100个人可以去疏散这些人群 我现在好能想象一堂课100多个学生在那边 大家一起跳舞 很多迷歌迷妹 真的是 所以对黄柏青老师你来讲 你那时候真的算是少年得志 非常非常的得志 那你有时间谈恋爱吗 其实跳街舞还蛮帅的 蛮多女生其实会自己写情书给我 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事情 那也很特别就是我要说我其实算是一个 在交往上面是比较属于石头的人 所以女生主动了 我才可以顺着去做接下来的事情这样子 是 那你那时候是有一个恋爱的对象吗 就是现在的太太吗 我太太已经跟我至今交往已经19年了 19年 所以你们几岁就开始交往 在我高二的时候 哇 所以他真的是陪伴你走过很多的风风雨雨 叠叠荡荡 是的 哇 那他难道不会担心吗 自己男朋友这么的帅气 怎么会跳舞 又这么多女生会倒贴 其实他也蛮特别的 就是他对我的事情 他是基本上是不会过问太多 那他也很相信我 就是知道我很喜欢跳舞 他也很支持我 就当时候才20几岁的你来讲 真的爱情是也两得一把 怎么后来剧情急转直下 然后从云端坠落的感觉 我觉得也是因为太顺遂 太幸运的关系 所以我内心里面产生了非常多的骄傲 跟觉得可以控制 没有办法容得下任何不顺我意义的事情 在很多事情上面 我的决定跟我的讲话上面 开始让很多人没有办法认同我 可是因为他们跳不赢我 或者是因为我年纪又开始比较年长了 像是长辈一样 所以我的后辈跟我的同伴们是敢怒不敢言 当时候呈现出来就是比较强势一点 比较霸道一点 是我想这些的表现会表现在哪些部分上呢 比方说你们在舞蹈教室里面面对学生 或是面对伙伴等等的是不是 学生因为也非常的多 那老实讲 他们让我们舞蹈教室赚了蛮多的钱 可是我其实是非常讨厌这么多人来到我的教室 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来的心态都是来看偶像的 甚至是来要签名的 就是因为可能到了教室看到这么多人 每个人看到我都是说 博星你可以帮我拿给牛奶吗 你可以帮我把东西拿给书伟昆达吗 等等的 其实听到之后我会有点反感 我觉得为什么来到舞蹈教室不好好练舞 然后每天想着是来跟偶像拍照 要签名 然后送东西等等 那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些人在浪费时间 所以我给他们都是很不好的脸色 那对于我同团的人 他们舞蹈如果跳不好的话 其实会被我当畜生在骂 我说你跳这样子狗都比你好 好直接哦 是 然后团员们都很伤心 但是因为跳不赢我 他们只能隐忍 那他们出去比赛呢 我不能接受他们拿第二名回来 一定只能拿第一名 因为我觉得我教出来的应该是要最好的 所以我对我的后辈也跟他们说 如果你喜欢跳舞 你就要好好跳 跳到像我这样 你要受人尊重 你就要像我一样 但是很矛盾就是我每天跟他们练 我发现他们很厉害 我却不希望他们厉害过我 所以我每次在练舞的时候 是抱着很大的压力 跟矛盾尴尬的心在练习 哇你整个人好纠结到不行 一方面又觉得说好像自己的地位会不保 所以那种心情真的是非常纠结 那怎么到最后 其实面临到一个很严重的一个程度 是后来你们就拆火了 在2005年的时候 我们是第二次踏上国际赛事 这个有街舞奥运支撑的一个赛事 叫做BOTY 那我们第二次踏上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倒退了四个名次 这一次拿下全世界第12名 上一次2004年 我们是拿下第8名 那拿下第12名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我又是把我所有的同伴们 还有我下面一起跟我去参加比赛的人 我又骂了一顿 我觉得都是因为他们的失误 其实我自己有失误 但是我把他们的失误放得比我还大 那我又是团长 所以我责怪他们 也在因为那一次回来之后 大家受不了我的欺压 受不了我的威权主义 所以大家就纷纷选择要离开 但是这个离开其实是不好的离开 因为我拿着他们跟我签的工作合约 要告他们说 你们如果离开舞团的话 你们是不能跳街舞工作的 所以他们非常的生气 所以我们就因此还互相纯正信函 然后官司闹得不可开交这样子 拆伙之后 那站在你身边的人剩下几个 两个吧 两个 就是我哥哥 然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我们的核心的一个伙伴 叫做萧云 所以TBC就剩下我们三个人 他们真是你的好朋友 哥哥是离不开了嘛 是 因为你们就是有血缘关系嘛 那另外一个是好像跟我们比较好 所以他也就是选择留下来这样子 那这个学生的人数呢 一百个人变成剩下这一堂课 有时候可能剩一个人 或者是开不成 整个舞蹈教室的业绩是一落千丈 我们跟银行不断的贷款去填补每个月大概要五十万的开销 哇塞 所以我们就每个月先花掉自己的储蓄 然后又跟银行不断的贷款 我跟哥哥还有小允分别都去银行信贷 就是希望能够把TBC这个招牌给撑住 不要让它倒不要丢脸 可是其实每个月每况愈下 积蓄都已经花完 直到银行也没办法再借我钱 因为我已经到了信用破产的地步 银行发现我快还不出来 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再借了 整个的状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 你有没有察觉到自己其实有些的问题 其实有些问题是需要去改变改善的 但你有察觉到吗 完全没有察觉到 我都觉得是天下人负了我 所以我看不见任何的问题 我每天都回家就是打开网络 那时候开始流星网络了 我就是看我有受到什么舆论的攻击或什么 只要有的话我就要赶快匿名攻击回去 可是我发现事情没有变好 我的公司生意也没有变更好 反而是更多人觉得这是一个是非之地 纷纷选择要离开舞蹈教室 离开这个地方 那为什么后来老师 你的人生又进入到另外一个转弯 我也觉得这是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第二个转捩点 当时交往六年的女朋友 她就告诉我说 在你这么惨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位上帝可以帮助你 那我就不敢讲 但是我心里想说 在我最惨的时候 连你也要离开我了 因为你跟我讲上帝 可能是你要去出家维尼之类的吧 所以你可能想要跟我分手 可是我不敢讲 因为我很害怕失去他 所以我就说有一位上帝能帮助我 是什么的上帝 我就这样问他 他说 哇 你愿意吗 你愿意认识吗 那我们可能出来见面聊会比较好 我心里想说 他可能约我出来 跟我讲完就要跟我分手 这样子 约出来之后 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他并没有要跟我分手 他真的是想要介绍一位上帝 可以能够来帮助我 引起我很多好奇心 我就想起 我以前常常看那些好莱坞的电影 就是上帝跟对面一个魔鬼在下西洋旗 可是堵住却是全人类的灵魂 我心里想说 怎么可以来掌控我们全人类的灵魂呢 我就问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我的女朋友当时并没有办法能够全部回答我 他说你有这些想法 有这些问题很好 那我们就一起到教会 我们可以问牧师啊 等等之类的人 我说好 那我们就去了 是 所以如果不是女朋友邀请你去的话 你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踏进教会 绝对不会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会 因为我认为 如果他一开始跟我讲关公 或者是妈祖 我可能还会觉得 好啊 我常常就公司出了十六都有拜拜 都要烧什么的 我应该会比较相信一点 可是他跟我讲的这个 是我从来没听过的 是 那么踏进教会的黄博清老师 他的人生又将会怎么样经历到一个逆转圣 后来东山再起 在梦想的舞台上面 大放异彩呢 在一段歌曲过后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华博清老师的生命故事咯 耶稿你连续来我 如果你自家的生命故事咯 我必得找一只 如果你自家 奇妙拯救 我必得找神救 如果你生命充满我疾病 这必然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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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尽我 你 最深处 如果你自家 吃大德文 我必得找一只 如果你自家 奇妙拯救 我必得找神救 如果你生命充满我 这必然成余 吸尽我 你 最深处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你制作的 原彩飞扬 生命故事集 我是音如 我们要继续来分享 黄博清老师的生命故事 博清老师刚爱谈到说 交往六年的女朋友 邀请你去到教会 那么当你真的 走进教会的时候 教会带给你的那个感受 是怎么样的 我永远不会忘记 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 看到非常多的人 大家已经正在唱诗歌 很开心 可是我很纳闷是 这些诗歌一点都不红 我从来都没听过的歌 为什么大家都会唱 然后大家还唱得这么开心 那我就找了一个最角落的位置 站在那个地方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口唱 行和的跟了起来 我也跟着很 就是开心的唱 然后中间坐下来之后 其实牧师在分享什么 其实我也都听不懂 但是最后的时候 牧师突然说 我要为今天在场 所有的会众祷告 请大家闭上眼睛的时候 我就顺着闭上眼睛 然后他说 我今天要为的祷告的人 就是你心中如果有觉得被背叛的 有苦毒的 仇恨的 我要为你这样的人祷告 我觉得怎么每个都在讲我 那我就不宜有他 再继续的把眼睛闭起来 就开始牧师祷告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一股水流 经过我的心 然后那股水流是非常慢的 然后我眼睛就湿润起来 然后我的眼睛就像水龙头 开始打开了 然后是开最大的那一种 整个泪水滴到地上 是滴到我 像是一瓶那种最大的矿泉水 撒在地上 一站起来会摔倒那种 那样子的量 可是哭完之后 我发现很特别的是 怎么会这么舒服 我还记得我爸爸过世的时候 其实我哭得非常伤心 然后我很觉得自己很不孝 然后非常痛苦 哭得非常非常的惨 可是跟这次相比起来 我觉得怎么哭这么惨 然后流这么多的泪水 却哭完之后是非常舒服和释放的 我就开始决定我要加入教会 能够来这边 然后得到一种平静也好 或者是一种安慰也好 我就是当时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就是举手说我还要再来 我要加入小组 我要能够跟教会有连接 那加入进去的时候 其实小组的这些成员 跟过去你会接触到的人 其实都很不一样嘛 大家也都来自不同的背景 他们怎么帮助你 更多认识上帝呢 我被分配到这个小组的时候 其实里面一个人我都不认识 我们的小组长就特别来找我 就说你这是第一次来的 那请问你有什么需要 我帮你祷告的 我其实每次遇到这样的人 他很温柔地接待我什么的 我就很想跟他说 我在外面遇到什么事情 然后我把我所有的 觉得非常背叛 很不爽的事情 我都告诉他 然后他就为我祷告 也都是没有再回我多什么 就是拍拍我的肩膀 就说来我为你祷告 每次都是哭得稀里哗啦的 那我就发现我自己 好像讲完之后被祷告完 每一次都被进行一次的 心理上面的治疗 我觉得我真的很舒服 然后我就很愿意 跟他们在一起 在我工作室已经 我还记得就是已经 三穷水尽的时候 我已经在教会里面 那我也希望说 如果不能跳舞都没有关系 因为我已经希望说 我能够至少在这个土地上面 我能够为我过去 这所做的一切措施 能够忏悔 所以我希望即使没办法跳舞了 我可以去把我的债务还清 我只希望我现在还能够 就是有人能够接纳我就够了 那很特别就是 我在教会里面学到蛮多 因为看到很多小组长 看到很多的弟兄的接待 知道原来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以及沟通的方式 TBC也没办法 再请什么样的柜台 我还记得TBC 要在结束营业的最后一个月 我就自己担任柜台 一两个学生进来 我就重新自己 因为没有钱请柜台 我就自己亲自的接待他们 我就告诉他们说 其实跳舞是很开心的事情 你们可以来这边 试试看这样子 那很多同学都会 就直接在柜台问我说 可是我不会跳舞怎么办 我是舞蹈残障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说 你不用担心 其实跳舞就是跳得开心最重要 你可以来这当中找到快乐 那如果你有考试啊什么 没关系 考完再过来 以前我是不可能这样 我会告诉人家说 你母亲跟跳舞 你只能两个选一个 好严格喔 老师跟我这边团长 你只能选一个 所以其实大家都哇塞 其实都被我用很严重的方式逼迫 可是在去到教会之后 我做人处事的接待 跟我发现 其实跳舞这个是一个上帝 所创造一个最简单 最快乐的事情 我希望给大家 没有压力的来学跳舞 所以我开始重新自己在柜台当接待 然后就这样很奇妙的就是 一个就变成两个 两个又带了两个朋友来 两个四个 四个变八个 一直乘以倍数 结果最后哇 比我们全盛时期 Energy当时所带来的人潮 还要夸张 所以我在短短的两三年内 就把所有的债务解决了 哇哦 这真的是一个神迹耶 是的 而且我还记得最后一个月 原本真的三点半的票都嘎不进去 就很奇妙的就是 有一个人就打电话给我说 有表演 你要不要 你们愿不愿意TBC来表演 我说 哇心里就想说 已经多少人没有 不敢找我们做表演 因为我们现在名声很坏 大家不想要找我们了 可是就是很奇妙的 就是在最后一刻 总是会有这个机会 接到一些演出 然后贷款的三点半 那个期限 我就是可以又嘎一张票进去 就这样子 然后TBC的上课的学生 也越来越多 就这样很奇妙的翻转了 真的是一路的恩典哦 当进到教会 认识了上帝之后 上帝的祝福 就开始倾倒下来 但我想这个祝福 会倾倒下来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的生命 是不是愿意来 向这位上帝敞开自己 过去的时候 其实你不认为 自己有什么错的 但是为什么后来 你会看见自己是有错 是需要改变的呢 我觉得也是因为 在教会里面 跟所有弟兄姐妹们 在分享的时候 我把我很多的事情 讲出来 可是我后来 他们其实也没有责怪 我都没有定罪我的时候 其实都是默默的 为我祷告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就是这股力量 不断的帮助我 然后加上我开始 去读圣经 然后听牧师 做一些做人处事 很简单的一些分享 唤醒了我心中 那个非常简单的 一份爱跟关怀 我就知道 我以前给我学生的 一些事情 还有一些教导 其实我只是希望 他们把舞跳好 但我其实从来 没有关心过 他们的需要 关心他们的学业 关心他们的家庭 我只是希望 把他们塑造成 一个跳舞机器人 希望他们能够 为我夺下更多的荣耀 甚至保住我的 一个舞蹈江山事业 所以我在教会里面 我开始学到 很简单的关怀 甚至我 为我自己以前 就是在爸爸独立 在抚养我的时候 其实我开始会赚钱之后 其实我也是 疏于跟家人 有这样子的关心 我埋头在练习里面 埋头在表演里面 以至于爸爸得了癌症 短短一个月内就过世了 其实这就造成 我心中非常大的遗憾 所以我希望能够 借由这个信仰 给我的力量 我要弥补这一切 就开始为 这所有的一切过去 来祷告认错 然后甚至我改变我自己 我希望我不要再用这样子 以前的方式去对待我的朋友 我希望现在所有能够来学跳舞的人 我不要再给他们任何的压力 我只希望他们跳舞开心就好 但是如果他需要更好的一些教导 我都愿意完全把自己分享 然后教导给他们这样子 哇 所以那个整个心态上面 面对自己 面对别人 面对这个世界 整个那个想法 有好大好大的一个改变 最后你决定要受洗 成为一个基督徒呢 当我得到这样的祝福之后 我就一直告诉我自己 我要受洗 我要受洗 因为我已经找到这一位 接纳我 爱我 甚至给我力量 给我奇迹的这一位上帝 已经立志 我不会离开他 所以我一直在 反而是我在追问教会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让我受洗 那也在2006年的3月25日 我跟我的哥哥 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核心的同伴 以及我的女朋友 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婆 我们都一起在2006 3月25受洗 至今12年 哇 你们一起受洗耶 是 好棒哦 所以哥哥跟你的那个团员小允 是你向他们传福音吗 没错 记得因为我得到了 心灵上面很大的安慰 跟改变之后 我就分享给他们 那我还记得那一次分享里面 萧云就提了一个问题说 对耶 我觉得应该要去教会走走 我就说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我发现 美国那些大企业家 非常有钱的人 他们都有一本圣经 我也有去买过来看一本 但是我也都看不懂 所以我想要去教会了解一下 这本圣经的秘密是什么 因为当时其实我们负债负得很凶 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上帝给他一个很奇妙的感动 后来他就决定去教会走走 结果没想到他们自己也个别都被上帝触摸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在2006年受洗 像你传福音给他们的时候 我想你的改变 他们应该是看得很清楚的吧 非常清楚 以前的我其实非常霸道 那尤其像我跳霹雳地板舞的这部分 我算是台湾当时算是佼佼者 所以我其实讲话是非常很霸道 很专横的 那因为透过上帝的改变 他们其实在我身上看见非常多的事情 我相信也是因为这样子 他们愿意跟我去教会看看 认识这位上帝 过去那个形象好像都很刚硬这样子 但是有了上帝的爱之后就融化了 就是变成一个温柔的人 因为我们都一起认识上帝之后 其实我们都会常常看到对方在流泪 其实这是很难看到对方这样子的 比较软弱柔情的一面 因为反而我们常常就是闭完眼睛祷告完 我就看到小云怎么也在流泪 哥哥怎么也在流泪 其实自己也哭了 可是就是没想到大家 这都是刚硬的男生在跳街舞 结果最后因为被上帝拯救翻转了 大家开始都很感谢这一切 然后大家有另外一面就被展现出来了 那要怎么样跟昔日这个跟你拆伙的人 再跟他重修旧好呢 在2007年的时候受洗完的隔一年 其实上帝就有一个话在提醒我 就是博清你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其实我心里就想说 我现在还可以跳舞 我就很感谢主了 我还有什么事情没做 他说你是不是还有一些目标没有达成 那我说我还有什么目标 他说就是去比赛 你还有这样的技术技能 你为什么不再去比赛 其实我那时候回应上帝是 我已经身边都没有任何的人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可以去比赛 而且这些当时我交出来的人 现在在外面其实都还蛮讨厌我的 我现在能够自己在舞蹈界过得好就好了 我不希望再去触碰这些人 然后去提及这些过往的事情 就让他过去吧 可是上帝就希望我能够再有一个机会 把这些人找回来 组一个舞团一起跳舞 其实我当时当然对跳舞还是非常有乐成 然后我还是很希望跳舞还是有团队的感觉 那也因此这个样子 我就开着车去找他们 一个一个登门拜访 跟他们道歉 也有不被接受过 其实当时的场面其实是非常难看的 但我就不放弃 我就面子都不重要了 我就是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原谅 那慢慢一次两次 从他们愿意回来我的舞蹈教室 跟我一起练舞 不讲话 到后来可以打招呼 到后来又组团在一起 其实这个过程经历了大概半年左右 然后后来大家又组在一起之后 我们就开始去比赛 说来也很特别 就是那整整那一年输了乱七八糟 我就回去问上帝说 这个精英舞团 还有这些以前被我得罪的人 他们都回来了 那为什么我还赢不了呢 上帝就告诉我一件事说 因为你的团员跟你当年一样骄傲 我就说哇 这是真的 因为我的团员里面彼此都不合 他们反而都是自认为自己是精英 然后每次晚上都会打电话给我跟我说 博星明天有那个人就没有我 因为你要叫那个人离开 还有我才是最强的 你要把我排在中间 那为了要跟他们在一起 其实我都会顺着他们 当然是没有办法把谁赶走 但是我就会故意在这当中就是 没关系大家就是 就是我都会故意做一些好人好事 可是其实都没有用 因为大家其实都很骄傲 也都是非常厉害的精英佼佼者 那我后来听到上帝告诉我这件事情 我就决定我要去修补大家的关系 能不能得名 这已经不是重要了 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当好朋友 在一起跳舞就是应该要开心 这一年来我就慢慢慢慢的做 大家的感情越来越好 我们也开始在每一次比赛输了之后 我们就开一个检讨会 甚至我为大家祷告说 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团结 然后彼此先看到彼此的优点 彼此就谦卑下来去学习 别的国家有的优势 就这样子很特别 上帝在2008年 在我们感情最好的时候 我们在首次亚洲有一个最大的比赛 打败了日本跟韩国 这是台湾街舞史上 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们拿下亚洲第一名的殊荣 代表整个亚洲去到全世界参加比赛 那一年拿下全世界街舞奥运之称的BOTY 全世界第三名 哇真的是好大的光荣 在这一年的时间 其实你做了很多事情 要帮助团员跟团员之间 他们的关系能够和睦 可是我觉得这个帮助很难 当他们都彼此不是很和的时候 这个人看那个人不顺眼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做才可以帮助他们呢 因为大家其实对我的印象 也像我哥哥跟小允一样 其实大家知道我以前的个性 是非常的专横和霸道 所以在这当中我必须要以身作则 大家发现我有很多 重新在带这个梦幻舞团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像以前那样的强势 我变成我希望大家可以先把自己的骄傲放下来 能够先去观察别人的优点 然后甚至我为他们每一个人祝福祷告 然后加上很多的团员 他们常常家里有遇到些什么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状况的时候 我是率先关心他胜过于他的舞蹈的进度如何 因为我认为这顺序应该要摆对 原来上帝告诉我说 我要组这个舞团 并不是要拿下什么特别的殊荣 而是他要我在享受这个团队里面 所带来的这一个关系 那我其实在这里面 我已经跟大家不是在求任何的名字 我发现跟他们在一起相处 我很开心 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团队里面 得到过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一个回馈跟感情 我就在这当中 我跟团队们越来越好 然后跟大家感情很好 我们聊的已经不再只是舞蹈而已 那没想到也因为这样的团结 上帝给了我们一个前所未有的成绩 所以我后来才发现 原来上帝不是要我组这个舞团 拿下怎么样的殊荣 而是我们只要有这一切的 这样子的合一跟团结 大家在一起去夺下这个殊荣的时候 那个开心跟那个感动是无法言喻的 因为真的好像是 你自己一步一脚印的去堆积出来 而不是好像我们很幸运 或是突然得到中了一个大奖之类的 在团队里面分享这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里面真的有一位上帝 然后真的是神迹一直不断的在发生 那也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 彼此有这样子的团结 这个祝福的力量就来到 所以我们团队后来也好多人就跟着信主 哇 好感动哦 以爱为团队的核心 果然他能够带出来的那个力量就是不一样 不像有些团员他们会觉得说 哇 博卿老师 你整个人好像非常的为上帝而疯狂 一开始大家的确是这样 可是后来大家经历到自己都无法想象的神迹之后 博卿真的有 他们都跟我说真的有 然后我说真的有 当然有要跟我去教会 所以很多人后来都试着跟我去教会 甚至我因为拿了世界第三名 前三名回来之后 副市长颁奖给我们 然后也开始很多生命的校园讲座 我就开始展开 然后去分享这个好消息给大家 去到很多校园里面 那很多团员其实都坐在下面听 大家也都确实经历这个过程 真的就是这么奇妙 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 其实你们在国内啊国外啊 各大的这种国际赛 真的都获奖无数 当然我想这些的殊荣非常美 也让人看见上帝的祝福之外 最重要的还是你这个人的生命 怎么样和上帝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我想事业对一个男人来讲 是很重要的 但是他的家庭相对来说 也是非常重要 你和你的女朋友是爱情长跑19年吗 那你们大概交往多久进入婚姻呢 交往10年进入婚姻 29岁的时候 你们在结婚之前都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吗 是 当你要进入婚姻之前哦 会不会想到说 小时候看到父母的婚姻有些的不愉快 你对于你的婚姻 会不会有些的期待或者是想法 其实在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们有上过蛮多的课程 那也在课程当中有蛮多的争执跟争吵 你是说婚姻辅导啊 婚前辅导 我们其实看到我们彼此的家庭 父母都离异 都是有的过世 有的是就是 可我们两对真的都父母都离婚了 所以我们其实对婚姻是非常看重跟谨慎的 那我们一旦决定要走入婚姻的时候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祝福之下 也认定彼此了 所以我们更觉得说 我们可以在婚姻辅导里面有所学习 所以我们就去到婚姻辅导里面 受很多的辅导跟装备 那也在这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没想到挖出了我们很多的原本 原生家庭的一些问题 那这些原生家庭问题 让我们的争执 让我们很多的事情是 也感觉到好像有一些关卡必须要打通 才能够走下去 那也真的很感谢上帝 我们真的最后走入婚姻了 但走入婚姻大家 我现在在这边还是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婚姻是一辈子的功课 进入了第九年的婚姻 我们现在也有两个小朋友了 孩子的出生也让我们面临了很多的问题 然后教育上等等的问题 有压力啊 有未来的规划等等 那这些事情都是我们不断的要学习进步跟沟通 是像你们两个都是基督徒啊 我们常常会在教会里面说 你要为主建立一个基督化的家庭 觉得对你而言什么叫做基督化的家庭呢 我觉得要敬畏上帝 这是第一个要素 敬畏上帝之后 你会比较有多一点的去为别人着想 但是你在为别人着想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很奇妙的祝福 常常就会来到 但我们不是为了要得到祝福 去做这件事情 而是心里面会得到一个很单纯的一个平安 那个爱会在你里面会满出来 是谈到这个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会教导说 做丈夫的要为妻子舍己 当你进入婚姻之后呢 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功课 其实我每次都觉得我舍己怎么舍那么多 比方说舍了什么 就是像以前因为都要去比赛要去表演啊 刚结婚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最常去出国比赛的时候 但是因为妻子其实他每天12点以前一定要睡觉 妻子身体其实因为跟我结婚之后生了一年的重病 因为他不习惯我的生活方式 就是他生了一年的重病 那一年重病是查不出原因 就是他的免疫力下降 然后他常常在卧病在床之类的 然后我就开始决定 就是我不能再练这种晚上的舞了 然后我要回家陪他 然后而且我也发现好像像我们这种跳这种地板舞的选手 这样霹雳舞的选手 好像也跟奥运选手一样 身体必须要好好顾 大家都是奥运都是从早上练到下午 晚上就休息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耗损我的身体 我年纪也慢慢越来越大 所以就从我们这一个梦幻团队开始改变 所以我们就开始早上来练舞 然后我就晚上可以回家陪他 那也因此就不小心的让全台湾的这样子的一个舞蹈的 那种日夜颠倒也被我们翻转过来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都是走早上练舞 大家晚上就可以回家更多的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甚至工作都没问题 那我舍弃了很多的一些旧游的习惯 然后像现在也身为两个孩子的爸爸 我也常常觉得 因为我们孩子是自己选择自己 让我的太太在家全职带他们 所以我也必须有时候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那我也很幸运就是我目前的事业 我的工作室是非常稳定的 所以我可以有很多自由的时间可以去陪他 舍弃的部分就是很多很多很表演 或者是很多练习时间 我必须要放弃 我就是可以帮忙一起带孩子 然后回到家里面照顾孩子 在家庭当中像你跟太太 你们两个个性会不会蛮不一样的 非常不一样 其实他是蛮注重detail跟品质的 那我其实在这上面 我其实被他改变了很多 我是很大剌剌的觉得可以就好了 所以他就其实教导我很多 要去用一些不同的眼光去看 那我也都在学习 那我觉得两个在一起是彼此学习 但是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烦 会一定会 但必须要先放下自己的想法 先去站在他的立场去看 夫妻发生冲突的时候 上帝在你们的中间 怎么样帮助你们 去面对这些很多的冲突 还能够一路的走下来 彼此扶持 我觉得最重要是 你在讲每句话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有上帝在你的里面 我们都希望就是能够有非常好的智慧 跟沟通去做 所以我认为沟通跟倾听 我也是在这九年的婚姻当中 不断的去调整我自己 因为其实有时候吵架吵得非常的凶的时候 我发现我好像都是不想让他讲话 因为我觉得我讲话比较厉害 他好像讲不赢我 但是我发现 我以为我讲赢他 事情就是照我的想法去做 可是其实并没有 所以我就在这九年当中 其实我不断的调整 我认为要有完全的包容 然后也要更有智慧的 然后也要有针对太太的一个喜欢的方式去跟他沟通 是 你们会一起祷告吗 会 当然也因为有两个孩子 那我们也让两个孩子有固定的祷告的时间 所以我们称之为家庭祭坛 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一个一天 固定在礼拜二 我们就会有一个家庭一起祷告 那小朋友两个其实每天都 睡前都很喜欢看圣经的故事 所以都是由我跟 主要是太太 但是我们会有时候会轮流念圣经的故事 给两个孩子听 是 其实这真的很不容易 无论是在事业上面曾经惨遭滑铁炉 所以你学习一道谦卑的功课 在家庭里面 其实是不是更常要去学习谦卑这件事 非常需要 那也因为太太知道我以前的个性 然后也知道我非常会讲话 所以 我也在这上面其实做了很多的调整 我觉得在这边分享给听众朋友 这也是我现在还在学习 就是常常能够从自己开始去改变 是 先从自己改变 而不是去改变别人 那怎么样从自己开始改变呢 当然上帝就非常重要了 是我们生命当中 那个舞台的这个大导演帮助我们 能够去活成一个和他心意的样子 我们的生命也才能够祝福更多的人 在节目要结束之前 能不能请博卿老师 用一节圣经的经文来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 好 那一节圣经 是箴言的22章第4节 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 就得富有尊荣 生命为赏赐 其实我整个今天的分享 就是以这个为主题 当我开始敬畏耶和华之后 我心里就存着谦卑 当我存着谦卑的时候 我不求什么的时候 富有尊荣生命 就是上帝给我的赏赐 让我就得到满满的祝福 而且今天也要把这满满的祝福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今天非常的感谢黄波清老师 来到原彩飞扬 谢谢你 谢谢 太棒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云彩飞扬 希望借着一个真实改变的生命故事 和你一起听见信心和盼望 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已经取得了黄伯卿老师的同意 将他的故事纳入 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 欢迎你来索取他的故事CD 我也鼓励你来参加 就任圣经寒寿课程 我们有专门的圣经老师 带领你认识基督信仰 你可以借着寒寿 或是网络的方式来学习参加 好 如果你要索取 黄伯卿老师的故事CD 或是参加就任圣经寒寿课程 欢迎你跟音儒联络 电话请播 02227541144 02227541144 或传真到02227557822 来信请记台北邮政 44-80号信箱 请著名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写给我音儒收就可以了 最后非常感谢 约书洋乐团和我新旋律 音乐是公所提供的诗歌 祝福你 经历上帝丰沛满满的祝福 上帝与你同在 使你生命发光 行路有力 我们下一次云彩飞扬 空中再相会了 拜拜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天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宇宙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眼泪带不走痛苦 有人曾经告诉我 宇宙已宿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办法 我无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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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朋友,你已经在哪里?四处奔跑何时宜?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